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有好处! 快点拿手机和我一起去美顏坊 拿资深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华 sample 真的那么好处? 资深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华不是便宜 而且很适合我们东方女性皮肤 我每天都有用 免费拿来旅行都不知多方便 是啊!只要去布鲁伦二十大道六十八街 六八零六号的美顏坊 数一数个微信QR Code便有一份 快点拿个智能手机 正好!我顺便买些资深糖激活肌和化妆品 在布鲁伦二十大道六八零六号的美顏坊见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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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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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有的 坐在一起都是說男人的東西 男人在一起追 真的很奇怪 真的會這樣說 會的 我們男人在一起 就是我的經驗 就是大部分說什麼呢 天南地北什麼都說之外 說一下財經 體育 女人 就是什麼都涉及的 很少說子女怎樣的 比較少一點 女人就多一點 女人通常說子女是怎樣 是的 我老公出去又怎樣 是的 或者說 誰誰又怎樣怎樣 女人最喜歡說這些 我們反而少說誰誰怎樣 但我們在一起多數都是 就是什麼都聊 大部分時間都是說什麼 說體育 政治 聊聊天 喝兩杯聊的時候 用酒精來吹一吹 刺激一下 說到東西出來的話 有時候會有擦出火花的 不是說大家吵架 說到東西出來都好玩的 有時候覺得 那馬三購買股票嗎 有少少 是會的 對 我不是一個短線的投資者 我是一個長線投資者 我的股票有些 跟蹤我十幾十年了 我都沒有賣 看看做不做 長遠來計是一定會升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投資到股票裡面 如果那間公司是不倒閉的話 它遲早會升 一定會升 為什麼 因為它是經過通貨範漲 市場的波動 它慢慢都會向上去的 除非公司是不貼 破產 變成有空 那些沙內什麼都沒有 如果它還在的話 業績不是那麼差的話 都會慢慢上升 那你說 孔子那些瘋子 那些什麼股 突然間會升得很厲害 它就不會 那些穩陣股呢 藍籌股呢 都是動盪之中 偏向上面的 你有沒有買的 我很久以前有買 然後就不敢買 因為不會買 那你通常都是 我估計你都是 短線投資的多 因為我是長線投資 那我多數都是買一些 比較穩陣的股票 當好過放在銀行收息 現在銀行收息 0.01% 0.1% 但是我都是奉勸 那些人 如果是不懂的話 最好就不要買 那你長線投資 比如說有些藍籌股 有那些股息收的 我覺得都挺好的 反正都是 去收股息 好過收銀行利息 那需要找一些專業人士 幫你插入一下 你要買些什麼 買些什麼 會不會有 或者幾個朋友 大家商量 這段時間有什麼好買 怎樣有什麼 我覺得如果你不懂就不要買 找專業人士的話 他都不幫得到你 他只是幫 我覺得那些專業人士 大部份都是為了他的 那個 commission 那個融金 因為他要叫你多點買 多點賣 他才有融金收 你如果只買一個 好像做我的生意 就死火了 我買了十幾年的 我也不買賣 如果你沒有交易 他沒有錢拿 他沒有錢拿 他只是 或者放在他的公司那裡 他收你一年的管理費 多少錢 那一定會收的 他一定要別人開門做生意 你不可以說 什麼都不給別人賺 他一定會賺你 只不過我覺得 沒有那麼多買買的時候 他就賺少些 因為每一個交易 他都有錢收的 買也好 買也好 兩邊都有錢收的 那你買 以前是不是買些藍籌股 不是 以前我通常聽別人說 別人跟我說 你買什麼好 好 買 所以說是盲中中的去買 等於是 送些錢給政府 送些錢給 那也不是的 你買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你不貪心的話 你買些藍籌股 放在那裡 收下股息 實起的 就不會說 好像你想像中 起到那麼交關 今天起二十元 明天起一百元 沒有這些 但你慢慢慢慢 因為他始終都是有利息收的話 你也不會說 去哪裡 如果你沒有經驗的話 我就勸你 不要買股票 找些錢要投資 另一件事 因為股票這件事 如果你買得不對的話 真的會 輸很多錢 太過浮動 浮動得太厲害 因為他那個上落 太厲害了 如果不是 就是說你真的有多餘錢 盡量都是不要 我剛才不是說過 如果你是買藍籌股的話 都不會去哪裡 很多時候 那些藍籌股 都挺平穩的 你說沒有驚喜的突然間 大上大落 就肯定沒有了 但是他肯定就會 令到你不會失本 除非那間公司突然間 有些什麼意外發生 突然間業績很差 因為他每一季都要報告他的業績 他每一季業績好的時候 他就升 如果業績不好的時候 他就跌 而且就算業績好 就要看你下一季的情況是怎麼樣 如果下一季 他說不會賺得比今季多 他一樣會跌的 不是說你這麼貴賺錢就可以了 所以他的股票是買未來 不是買現在的 所以你不會一天去看你的 我沒有的 我沒有一天去看的 我完全沒有一天去看的 我是來不來去看 最近升得那麼重要 我看看我到底有沒有升到 有時候不升 因為你那些 不是他升的那些對象 那如果一下子升得很厲害 你會不會很開心 不會 又不會 因為他會跌回的 還有我覺得 就是我的感覺 就是和我的經驗 它升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就會跌 一定會跌 所以你如果是做這些投資的話 你不如賣掉它 賣掉它 賣掉算就算 應該是否說 沒賣那天你都沒算賺 是啊 是這樣說的 你沒賣那天都沒算賺 你沒賣那天都沒算賺 是 但是你撤了那些 通常都很難再翻新的 那些股票 因為他家公司可能有問題 或者他家公司快要倒閉 或者破產 他的業績不太好 不太理想 全部影響股價 股票是買未來 不是買現在的 他覺得你的公司潛力好 他就給你氣 但是其實這家公司還沒賺錢 就好像很多公司那樣 根本他還是負資產 但是他的股票還沒升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現在是看你們的 前景好不好 你的前景好的話 他就賣你的將來 所以先升定 到他做了生意 真的好的時候 他就不升了 然後就很平穩 很平穩 如果你的家公司是好的話 他已經升了 他已經建立在裡面了 就是已經建立在裡面了 你不要說 我的家公司已經那麼好 升得那麼好 為什麼我的股票不升 他的業績那麼好 其實他當時 他還沒賺錢的時候 他已經升了 到他真的賺錢的時候 他的升的幅度反而慢了 等於你好像石油那樣 之前是不是 一下升到多少 然後現在跌下來那麼多 他的油價都是差不多 不是跌得很厲害的 好像 他有一年跌得很厲害 跌到 比如說在新加斯里入油 一個少於兩元 是 過幾人錢 對 這那裡沒有 那些肯定是兩個多 在新加斯里有些地方 低於兩元 一個多人錢 一個多人錢 但聽說 新加斯里就開始 加油的稅 加了之後 可能將來 不會給紐約便宜很多 不需要特意去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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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給套 其實是不值得的 紐約就在紐約 不必過去 剛好過去就順便有 不需要特意過去 我覺得沒有這樣的必要 你套錢也不少 順便去 通常就順便去 你有沒有經常去 New Jersey 沒有 因為我很害怕 Holland tunnel那條 你怕開車過去 有時候我過去的時候 我都會入的 為了我們自己紐約的經濟 我們都應該留在紐約入油 是吧 鎮興紐約 是的 鎮興紐約 我們那個油價 其實是跟這個 國際的大勢動盪 是很有關係的 你的股票本身 就跟它的生意 和它的前景有關係 這個兩樣東西 其實是不可以混合來講的 油是一個 這個commodities 就是一個叫什麼 中文叫什麼 叫做 是不是叫做連鎖 不是 commodities 就是那些東西 好像米 連貫性 不是連貫性 那些叫什麼 中文將來不理 是一個commodities 來的 不可以跟這個股票比 那些是一個公司 公司本身的資產是怎樣 它的資質是怎樣 所以我奉勸大家 如果沒有經驗的話 就不要留意去買這些 OK 那我們先喝一杯 下一次就等 一杯 快點 快點 上一杯 郭大酒樓 是紐約最巨氣派 大型華麗的婚宴場所 繁衛顧婚宴酒席 兩萬元以上 立即送送送送 送禮堂布置 送華麗冰雕 送OpenBar送小食 送三層結婚蛋糕 送婚紗攝影禮券及禮包 送本色盛典KTV八折優惠 總之君豪大酒樓 無論晚飯及喜慶勛宴 都是定級首選 君豪大酒樓在法拉城羅斯福大道 136-20號3樓 電話718-358-3388 主持人 又回來了 剛才說你賣股票 股票賺了錢 很開心 很開心就喝什麼 喝一杯 開香檳 開紅酒 我知道你是做紅酒 你的紅酒很漂亮 尤其是這瓶紅酒 我女兒結婚的時候 拿來給我女兒結婚用 這瓶其實可以喝過 又便宜又漂亮又適合 還可以打字 之前有打字 可以打結婚日子 打你的名字和結婚日子 很感謝你的幫忙 說起喝紅酒 你知道紅酒的來源是什麼時候嗎 有沒有參考過 或者尋找過 有尋找過 但你可能是一些 不太正確的 不可以說不正確 因為這些東西 可能是歷史太柔軟 所以有一個說 據我所聽 聽聞是 那些紅酒是由中國西圍來的 不是紅酒 應該是葡萄酒 一定是紅葡萄 可能是白葡萄也不明白 他只是說葡萄而已 是西圍那裏來的 所謂西圍是哪裏 那裏是一萬 那裏是蒙古還是西圍 西圍不是 西圍即是中亞的地方 你說的是對的 中亞 東歐那裏 東南歐那裏 東歐那裏 那裏都是屬於中國的 不是 西圍不屬於中國的 不屬於 不屬於 我們是去到新疆那裏 東歐過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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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歐還要再過 是另外一個國家 是中東上面少許的國家 是印度過少許的 過了印度少許 在上面那裏 那裏 那裏人說是由那裏 是中國這裏 傳了下來這裏 我們中國人 然後再傳到西班牙 是否這些是野屍 是否這樣 我就不知道 不過不是說葡萄酒 說酒這裏 你剛才說得對 我們中國是八千年前 已經有酒這裏 當時中國可能沒有葡萄 但已經有酒 中國人是用糧食做酒的 米酒 米呀 麥呀 小麥呀 我們做酒 麥小麥 高糧那裏 為何不可以 麥小麥那裏做甚麼 你知道嗎 做啤酒 啤酒不是德國嗎 啤酒是麥做的 是呀 但不是德國那裏開始 不是 它那裏是比較出名的 其實是哪裏做的 啤酒我沒有研究 但紅酒 你說得很對 是中亞那裏開始的 我知道的就是 大概六千 公元前六千年前 即是八千多年前 六千年前 六千年前 即是我們現在公元後二千 二千零十七年 八千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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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起色 在一個地方叫Georgia Georgia是甚麼 叫吉魯吉亞 這個國家 現在的名字 現在的地方就是吉魯吉亞地方 那裏發現到先的 這是第一個發現到有葡萄釀酒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公元前五千年 即是七千多年 哪裏發現到 希臘 希臘 希臘發現 他為何說是叫 到底是叫葡萄酒還是紅酒 葡萄酒 是叫葡萄酒 葡萄酒是包含白紅 兩種葡萄 你說紅酒 只是包含紅葡萄 所以我們叫葡萄酒 公元前四千年 四千一百年 四千五百年 四千五百年 就是羅馬 羅馬有葡萄酒 公元前四千一百年 就是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 就是南東歐的地方 一個國家 亞美尼亞 這些地方就是 他們最早發現 有紅酒 應該說是有葡萄酒 釀製過的地方 應該說是有葡萄酒 那究竟 為什麼會紅 這個葡萄酒 會變成現在這麼流行 或者是會延伸到今時今日 還這麼多人喝 而且很多葡萄酒 是我們做什麼呢 是我們用這個 religion 就是宗教上面用的 宗教上面我們用來做什麼呢 比如說 比如說 基督教 天主教 這個 Judasm 就是猶太教 那些人 他們都會在祭祀期間 用葡萄酒來祭祀 或者喝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將葡萄酒 變成一種 做宗教儀式的 一個 叫什麼 叫做 磚禁 一個物件 對上帝來說 是一個尊重 尊重 就是等於敬它酒 對 你說 那時候 已經開始有葡萄酒的出現 你說這個葡萄酒 會申請到今時今日的話 八千多年的歷史 已經考證到的 有這麼久 可能你剛才說 有一萬年前都不頂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中國人 葡萄酒 就是沒有 因為中國人 不是這麼多葡萄 或者天氣 不是這麼巧 但是葡萄酒 就是 其實你剛才說得很巧 是西域傳入我們中國 嗯 那葡萄酒 是不是真的喝了對身體這麼好的呢 是 真的很多 我看很多專家 怎樣說 真的喝適量的葡萄酒 真的對身體好 是啊 據我所了解 就是 紅的葡萄酒 對白的葡萄酒來說 是會對身體好過很多 因為它裏面的紅葡萄酸 是可以 叫做什麼 可以抗氧化 又可以幫助你 這個 免疫能力提高 但是 適量喝了 你不要喝多 喝多的話 它裏面的 那些叫做什麼 那些叫做酒精 會對你傷害 但是那些人說 是不是說 紅葡萄酒 比較熱氣 白葡萄酒 又沒有那麼熱氣 又沒有什麼事 熱不熱氣呢 我不趕著再說 白葡萄酒 就少了很多葡萄酸 所以 喝白葡萄酒 相對來說 是沒有紅葡萄對身體好 剛好 我本身 對白葡萄酒 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 我多數喝紅葡萄酒 另外 白葡萄酒 它比較甜 多一點 就是糖分 多一點 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白葡萄酒 甜一點 白葡萄甜 紅葡萄 本身有葡萄酒 對 那些糖分 從哪裡來 你做酒 需要什麼 就是需要糖 你沒有糖 做不到酒 一定有糖 那為何紅葡萄酒 那些 紅葡萄酒 為何會不甜 很多都不會甜 為何會這樣 因為紅葡萄酒 做葡萄酒的時候 它是連皮放進去做 皮裡面釋放了葡萄酸出來 就是對身體很好 OK 又中和了 還有葡萄籽 那些葡萄籽 那些葡萄籽 它一起放進去做 那些葡萄籽 很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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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濕的時候 其實葡萄籽 對身體也是很好 所以你覺得 紅葡萄酒 就沒有那麼甜 白葡萄酒本身 白葡萄是甜的 難道沒有紫又沒有皮 它的紫和皮都甜過紅葡萄酒 紅葡萄 你試一下拿葡萄酒來試一下 白葡萄是否甜一點 是甜過紅葡萄 紅葡萄相對來說沒有那麼甜 紅葡萄你吃的 就不是我們做葡萄酒那些 做葡萄酒那些是另外的 不同的 不同的 那些不是拿出來買給你吃的 那些葡萄一般來說 比較甜 和比較酸一點 另外我們講葡萄酒 你說葡萄酒 這個世界很多 每一個國家都有 那最出名是什麼國家 一想起葡萄酒 我聽法國 法國最出名 其實是否法國出先 當然不是 不過是把葡萄酒的製造 讓酒過程 精華 做得比較細些 他們都有很久做酒的歷史 法國做葡萄酒 已經有超過千多年的歷史 但法國那些葡萄酒 為甚麼 我給我感覺上 喝到口是淡一點 它的口感 不夠濃 我們叫做不夠full body 為甚麼 這是第一 法國的葡萄酒 不是單葡萄酒 譬如說這個酒 就是四個葡萄酒 是blank 八個葡萄酒 全部都是blank 很少單葡萄酒 美國的紅葡萄酒 或者白葡萄酒 Chardonnay 就是一個葡萄酒 起碼就80% 75%以上 是 你說單葡萄 可能有些人不懂 聽 單葡萄的意思是怎樣 一隻葡萄酒 就是每一隻葡萄酒 就是每一種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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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75%至80%以上 才可以叫葡萄酒 你以為是50%左右 有什麼葡萄酒 他們說明是什麼 什麼葡萄酒 你要知道幾個百分之是什麼 幾個百分之是什麼 你這葡萄 就是葡萄酒 本身相對來說 是blank了之後 出來喝 它是那個煉酒師的口感 你覺得它濃 或者覺得它不夠濃 是看你的口味 那法國酒為何會這麼流行 因為它的酒 是比較沒有那麼甜 它比較dry少少 是吧 所以dry的酒 可以放久一點 甜的酒 就不容易放那麼久 所以dry的葡萄酒 都是好喝 就是會喝酒的人 會覺得好喝一點 dry的口感是怎樣 比較濃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甜 是否木味會重一點 不是 味重不重 就是看酒本身的body full body half full body 還是全部沒有body 全部沒有body 就是很淡 剛才我們喝的淡的酒 就是不夠body 有些很濃的酒 比如說有些意大利酒 比較濃的 那些很full body 就是你的口感喜歡 並不像酒本身好不好 是你喜不喜歡 如果酒本身好不好 是兩件事 很淡的酒 也是很美的酒 很濃的酒 也沒有那麼美的酒 所以不是說一定是你覺得它不夠濃 就是不是好酒 錯 我們剛才說過 所有的飲酒都是 以你個人的喜愛而定 不是說那個酒本身的價值是多高 或者是哪個國家出 哪個地方出 不對的 最重要你能夠喝到你自己的酒 喜歡 而我覺得價錢是對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比較喝酒上來說 我覺得是 如果你經常喝的話 你不需要喝幾百元一瓶酒 亦都喝不起 到底幾百元一瓶酒 和幾元十多元一瓶酒 那些區別到底大到怎樣呢 那我就下次再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 超雅瓷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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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雅瓶 好節目要欣賞 油金汁一定要搶 發拉城君濠大酒樓 新推出君濠廚師特價推介 椰青竹市雞湯 XO醬炒班球 蘭粒煙三文魚炒法 潮式凍蟹 紅酒燴牛尾 極品鮑魚雞煲 及角色山滾靚竹等等 週一至週五晚餐九節 週末及假期除外 晚餐在百里停車場免費停車三小時 夜晚茶室即叫即正 吃不停至晚上十點 君濠大酒樓 在法拉城羅斯福大道 136-20號三樓 電話718-358-3388 718-358-3388